宋太宗 器具盛偉 多次強暴小舟後 兩人 扛著腋下 兩人 掰開大腿 哈囉大家好 我是打打Samuel 歡迎來到Samuel的歷史小教室 相信大家對國中課文與美人都非常熟悉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蘭玉器陰游在 指示朱眼改 本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厲害 這首詞流傳千古 但為什麼一世初後 李玉就遭到宋太宗所毒殺呢 國中課不敢教你的事 今天就由我來向你一一解密 五代十古的南唐君主李玉 原配皇后周俄皇 仁如其名賢良淑德 史稱大周後 精通英律善武 甚至考古從邊失傳已久的迷藏羽衣曲 令其再次流傳於世 大周後專寵 所有的孩子都是他生的 但這也間接使李玉 逐漸廢棄朝鎮 好久不長 大周後29歲就得了Cancer 一日偶然在李玉房間拉開床帳 精健裡面竟然是自己的親妹妹 你什麼時候來的? 嗯?姐姐你不知道嗎? 已經來好幾天了呢 原來 妹妹是以世紀的理由入宮 被李玉給靈性了 大周後氣急攻心 病情急距而下 李玉極度懊悔 便24小時陪伴在大周後之測試集 並且所有的湯藥都要親自喝過才肯餵她 大周後知道自己時日不多 便自己沐浴梳妝 穿上入戀的禮服 並且口寒欲禪 戴上先帝賜給她最喜歡的琵琶 背對房門躺在床上 至死都不願再面見李玉 大周後死後三年 李玉就封了18歲的妹妹為后 史稱小周後 恩寵更勝於她的姐姐 而李玉也就更加的服務正事了 六年後南唐自願歸祥於宋 照框英統一天下 李玉極小周後 皆獲李玉封絕 有趣的是 小周後受封一品鄭國夫人 但自古有云 霸昌月絕陣生 鄭國英月乃銀生 實在是暗逢小周後是個小婊子 Lil bitch 巨顏史記載後來宋太宗繼位 趁命赴向皇上朝見時 多次強暴小周後 念五位侍女 壓制住小周後 兩人扛著腋下 兩人掰開大腿 此一文後多被宋人做春宮圖 明朝甚至有人記載 圖裡的宋太宗 器具甚為 詳情可見西林姓小周後圖 小周後每次回家路上又哭又罵 李玉在大老遠的屋內 都聽得清清楚楚 乾脆耳部文為敬 文轉迴避 而在李玉生日七夕當天 過了月季飲酒作樂 傷感而作與美人 宋太宗聽到這首詞之後 非常震怒 便令人送酒祝賀 李玉喝了這酒 便全身捲曲 痛苦不堪的死去了 李玉的政治無能與軟弱 是他歸祥於宋後的保命符 留著李玉 羞辱他 使他生不如死 這是先皇帝趙匡應的本意 你真的相信宋太宗會認為他有復國之心 就要把他除掉嗎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一一解析這首 與美人到底藏了什麼玄機 春花春月何時了 是季情與景 季情與小舟後 雖獲李玉 表面上錦衣玉時 卻長期遭到宋太宗凌辱欺壓 描寫內心不知何時才能擺脫的心情煩躁 小樓昨夜又東風 這句話我從國中開始就有無限的遐想 這首詩作於七夕 都已經立秋了 東風還吹個屁呀 東風是指春天吹的風 而春風指的是男女歡愛 所以這句話的寓意其實為 昨晚小舟後沒回來肯定又是被那畜生染指了 最後那句一江春水向東流 春水指女子明亮的雙眸 而整句話就是指 自己對小舟後的百般寵愛 最後竟然拱手讓人 整首詞如此引人遐想 不就是在昭告天下 當今皇帝兼營朝廷一等公爵夫人嗎 而李玉題詞與美人 正是接近西蜀霸王尚羽 面臨敗亡時 保護不了魚雞的心境 同時也期望小舟後對自己的愛 如魚雞般至死不渝 當然小舟後也不負所望 正史中記載 後主廚後悲哀不自身 便隨著李玉去了 好結論 李玉真一生指立了大小舟後 及後宮圖書管理員黃寶怡 僅此三位 小舟後在南堂滅亡後 仍平安和李玉在一起 與美人中 國破家亡想保護愛人的心境 又能因何而寫 便是這位害死清姊姊的小舟後啊 另外我猜測 《甘嬛傳》裡的流珠換壁 便是取樣字這段歷史 同名的流珠 是協助大舟後 譜取的忠誠宮女 換壁取名 源自小舟後 陷害清姊 借姬上位 史書中記載 小舟後酷愛天水壁 而宮中又流傳 要用露水來換衣 才能夠染出此種壁色 大家請記得 背後捅刀子的 往往就是你的好姐妹 交友寧願來個刻薄寡恩 卻伸手不打笑臉人 還私下幫助威依寧 復仇的高貴妃 也不要來個 偽善的復查榮英 惹得自己滿身心 好嗎? 我是達達Samuel 我們下次見 ersten ARD 前 gluc いつ 反應 有